大家好,今天继续和大家探讨探讨观卦及我对观卦的一点思考 观卦呢,它的谣词里面出现了一次小人,出现了三个君子 很明显这一卦呢,重点是写给君子的,而不是写给小人的 这也好理解,古代的达官贵人才有这个实力和能力去参悟 像易经这样的著作,老百姓没人去,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些 所以君子的动向,其实古代呢,也是比较重视这些君子的作用 其实一个社会的发展,重点的其实就是,那么说少了那么一两个君子 说多了,那么成百数千的君子,是他们推动的这个社会主要在往前发展的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基本上都是这样 那么在中国呢,那么在中国呢,是一个讲究市,就是人字边这样一个市的一个国家 它更是如此,这些位高权重的这些士大夫 黄宗贵族,吃着黄粮的这些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就维系这个社会的主要力量 他们的认识就决定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发展历程及结局 所以呢,《易经》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这研究《易经》的都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但是我就有一个点 就说,我们看,这里面一个小人,三个君子 官国之光,利用兵于王,那这也是君子啊 小人是不存在的,小人能官国之光,能利用兵于王吗 不可能呢,然后,这个官我生,进退,这种觉悟 小人会有吗?也不太会有啊 所以呢,整个这个 就是讲君子 那么,如果我们把 君子全换成小人呢 就说,我们今天 把这个官卦,我们 假设 我们都是写给 这个小人的 会怎样 大家想一想以后 就会发现很有趣 因为,如果你发现 换成小人了以后 结局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个人感觉 如果换成小人 这些,至少能出现两三摇 是极力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是 小人和君子的差别是什么? 认知 品行和能力 而认知和品行和能力 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官也 就是这个官子 因为这些有能力的人 他之前呢 官过太多的 无论是典籍 社会风俗 人物关系 包括这个 处理与上级 上下级的关系 与平民的关系 他都是官过的 都是思考过的 都是实践过的 所以他能成为君子 而这些小人呢 他没有机会去官 但是,如果你给这些小人 以足够官的素材 你也能知道 这些小人 不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 有能力 有品行 有见识的君子吗? 这是第一点 所以 这个对小人有利 我们看 他里面 这个同官 可以说是官里面 最微薄的 小人的无救 那更不用说 那上面随着这个官的 这个层次角度的增多 那对这个小人的这个 学识是怎样一种 一种丰富 对不对 所以呢 官挂对小人 非常有利 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对君子 就不一样了 对君子呢 往往 就 里面就有那种 磕磕碰碰的东西 为什么 知识的无尽 宇宙的无牙 而这些君子们 往往又有那种傲气 又有以为 这个天地之间的学问 尽在我一掌握之中 他们这种傲慢 他们这种自信 往往会毁了他们 说一个通俗的例子吧 在《红楼梦》 《志愿斋》版《红楼梦》 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 刘姥姥我们看 欣喜若狂 见到了她这辈子没见到的东西 吃到了她这辈子没吃到过的东西 遇到了这些有趣的人 刘姥姥是增长见识的 从此时开始 刘姥姥的生活历程发现了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上身 她回去就有银子嘛 就有见识了嘛 就知道如何花钱了嘛 懂得经济了嘛 然后呢就置办良田 求稳当 然后呢 最后呢 甚至到最后 还在贾府落难的时候 还能关照一下贾府 而贾府 这里面这个君子跟她对应的是谁呢 贾母 贾母能在贾府这样的险恶环境当中 成为一号人物 那是她的见识确实很卓越 甚至从书里面很多细节 我们就能看出她处理事情处理得非常好 看事情也看得非常深刻 比方说她的丫鬟鸳鸳 也被她的儿子看中了 比方说她的孙子辈的贾连被王西凤 拿着宝剑要去杀王西凤 她怎么处理的 都处理得非常好 她对这个人物啊 这个内心以及对人物的这个 察觉非常细致入微 所以她能成为贾母的这个贾府的这个一号人物啊 说一不二 下面所有人都得挺她的 这种微信就是自己的这个学识啊 说到底是自己的这个学识跟历练 她又是皇亲国戚 经常出入皇宫的人 然后这辈子什么都见到过 跟什么样的人都打过交道 所以说不得了的人物 但是呢 对刘了了而言 这个不断地在上路 但是对贾母而言 这种过分的铺张浪费 这种文娱表演 这种山珍海味 这种穷奢吉欲的生活 对她呢就是一种消耗 甚至是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她的她在其中的这种斡旋平衡 这都是耗费了她的精力 所以呢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 《红楼梦》里面 贾母的身体是从哪开始不好的呢 就是在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之后 二进还是三进 就是那次最铺张浪费的那一次 那个宴请刘姥姥 就是那一次以后 整个这个形式完全不同了 她的身体将和日下 一天不如一天 这就是这一个道理 这说到底呢 就是说 位高权重的人 当处于官的时候 一不小心 一个决策的失误 微小的失误 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灾难 并且你位高权重 所有人都虎视眈眈 你的位置 你的地位 所以呢 她是有点高处不胜寒 这对于小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小人呢 就是大家都不觉得有威胁 所以呢 都不会当回事 但是这些人就不一样了 公元960年 这个赵匡印建国 陈桥兵变 建立北宋 那么 她建立北宋以后 首先呢 就杯酒士兵权 收了她的 跟着她南征北战多年的 这些高级将领的兵权 把他们兵权夺了 让他们卸甲归田 回去隐居吧 她为什么这么做 想必她一定是受到了 她的宰相赵普的建议 赵普呢 就是一个对儒家经典研究的很深的 可能对这个官卦呢 就有研究 她呢 深知 她是怎么夺得皇权的 她曾经跟着后周 世宗 柴戎 跟着柴戎南征北战 柴戎呢 因为她的军功 特别对赵康印特别信赖 然后呢 把她真是当做亲兄弟一般看待 但是没想到 她呢 最后黄袍加深 取代了后周 建立了伟宋 这在于那个时代来说 从后周 世宗的眼光来看 她就是一个 谋反啊 篡位啊 但是 有这个能力啊 赵康印有这个能力啊 她知道 你有兵权 你有见识 你对这个天下的这个形势 了如指掌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大大的君子 啊 她就想着她当了皇帝以后 她的那些将领们 会不会也跟她当年夺取 后后周的这个手段一样 夺取她大宋的天下 这是她所想的 完全有可能啊 一想到这里她就 坐立不安 怎么办 蒙蔽那些人的眼睛 让他们不要出于那险要的位置 让他们 从君子降级降到小人 让他们不要在高居高位 不要在这个朝廷之上 让他们卸甲归田回去当老百姓 这样呢 你就从这个羊啊 慢慢的变成阴了 我们看把这两羊要变成阴阳 就变成了昆卦 昆者顺也万物成载 这好统治啊 昆卦好统治啊 官卦不好统治啊 所以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整个官卦呢 我认为 它是对 小人的一种鼓励鞭策 而对 大人君子的一种警醒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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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